调查 二细数 这么晚找你来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你的脸色不好 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好 二七叔 坐 二七叔 坐 二七叔 叫您来呢 就是要给您谈谈分家的事 还是出大事了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把乔家的生意 做垮了 真的假的 垮了 垮了 这怎么可能呢 前些日子还好好的呢 怎么说垮就垮了 垮成什么样子了 简单点说 除了山西观音号那些本金以外 其他生意 我都跟他们清掌了 所有的生意 这 包头的父子号 临江的茶山 大道通大道行总号 和各地的分号 所有的生意 你 你 你这生意是怎么做的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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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边学做生意 这才几年哪 就把家做成这个样子 这一大家子人 这以后可怎么活呀 二十七叔 你先别激动 还有一个更不好的消息 我们入股山西观音号的那些银子 也拿不回来了 具体为什么拿不回来 以后您会清楚的 好在家里的银库里面 还有些银子 你给大家分了 还有这个宅子 也给大家分分 以后各过各的日子 各谋各的生路 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咱们瞧瞧 那银库里还有多少银子 每家大概能分一千两吧 一 一千两 那连我在大道通 你的本金十分之一还不够 二十七叔 我把家里的生意做赔了 无言在面对他们 但是我会以死 向仙人还有我们的族人们谢罪 你 你死了有什么用啊 任长叔啊 君子之责 武士而战 桥下到了你这儿 正好古代 不 姬子 姬子 快起来 来 快起来 听二十七叔跟你说 你可千万不能那么想 你还有儿子 没养大呢 这是咱们乔家银库的钥匙 但是我没脸再见她们 您替我把家分了吗 这也是印记 求您做的最后一件事 明天的大火房也要停了 以后各家各自开火吧 二十七叔 时间不早了 您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不 姬子 姬子 你可不能就这样撒手不管了 这么多口的人 大火房停了 用不了多久 就会有人连饭都吃不成了 姬子 姬子 我们一起去 老天爷呀 这就是乔家的下场 真是应了那句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乔家这桌宴席就要散了 行啊 行 二十七叔替你擦屁股 替你分娇 替你分娇 爷 爷 爷 杜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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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分娇 不要我们了 顺子 去把小树找回 他跟喜凤的事 应该有不了断了 来 起来 别哭了 你的事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以后我分家的银子 大家平分 你那边能分到一百多两 以后自己摸过好的处理 冬家 我什么都不要 数字就算死 也要死在你面前 别胡说 行了 去吧 把树的给我找回来 去吧 那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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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家 涮子 哭什么 冬家你怎么了 你不要小川了吗 冬家 快起来 起来 来 坐下 坐这儿 不说我不说 坐下 顺子 把喜凤叫过来 是 傻小子 哭什么呀你哭 你的好事又来了 什么好事啊 一会儿就知道了 喜凤 过来 过来呀 过来呀 冬家 过来 你们俩坐下 冬家 冬家 我 坐下 你们俩的事啊 大奶奶 早就吩咐过了 因为喜凤要给大奶奶守丧 这一下她耽搁了 给 这是我跟大奶奶给你们俩准备的银子 我一定要看着你们俩成亲 才放你们走 这事啊 我交给顺子去办 来 不是 我不能要 冬家 让你拿你就拿着 愣着干什么 还不给冬家磕头 冬家 谢谢冬家 快起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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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这都民国了 不行这个 对了 你的嫁衣啊 大奶奶早就给你做好了 跟你们俩商量个事 如果不介意的话 咱们今天 就把这个婚给结了 你们看行吗 怎么到的时候还没跟男人一样了 今天就今天 我愿意 你愿不愿意 说话 我也愿意 我 我还巴不得呢 这不就好了吗 赶紧办 我还等着喝你们俩的喜酒呢 行了 这时候不早了 赶紧去准备准备吧 别愣着了 赶紧去准备准备吧 臭小子 快去吧 去吧去吧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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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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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小川大喜的日子 所以 我有两句话想跟大家说 小川自小跟东姐一起长大 东姐带小川 是如亲人一样 带小川走南闯北 出生入死 但是在乔家最危难的时候 小川竟然没有能力 能够助东家抱乔家周全 东家还时时刻刻想着我小川 给小川娶了媳妇 成了家 东家的大恩大德 小川这辈子都忘不了 所以我这杯酒 我叫敬咱们的东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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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川 我也喝一杯 这一杯 我敬我们家小姐 喜凤能够伺候小姐 是喜凤上辈子就来的福气 喜凤虽不能随小姐去了 但是喜凤保证 从今往后 喜凤不会让小少爷受半年委屈 也希望小姐你在天治里 能够保佑小少爷 平平安安 好 好了好了 来 今天是你们两个大喜的日子嘛 咱们就不说这些了 来 我带着大家敬你们两个人一杯 也祝你们两个人哪 百年好合 早上跪死 对 对 好 好 好 还有咱们这帮兄弟姐妹们 咱们从小就在瞧瞧 受瞧瞧恩惠长大 咱们舍不得这个地方 如今咱们就要恶奔东西 但是不论你们走到哪儿 咱们是从桥下走出去的人 咱不能给桥家丢脸 今天咱们借着小孙 和喜凤的喜事 咱们敬桥家一杯 敬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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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干了 敬桥家 干了 好 好 吉时已到 新郎新娘 上轿了 敬桥家 当众伙计借喜凤和小栓的喜酒 一声声敬东家敬桥家 此起彼伏时 桥家大火房的喜气 人气至少冲淡了桥家大院上下的伤感 忘却一点太原府的凶险乱象 叵测人心 来 满 dun 一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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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家 小栓 喜凤 来给您磕头盗起来了 冲家 行了 都起来吧 锦儿 来 到爸爸这儿来 东家 西凤和小春 马上就要走了 西凤也伺候过 到奶奶一场 临走前 想跟东家求个恩典 行 请东家 让西凤把小春也带走吧 大奶奶过世之后 小春也一直有西凤带着 这西凤要是走了 小春也就太可怜了 来 你们先起来 东家要是不答应 西凤就一直跪着 你不答应 这边不答应 他有什么事 你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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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 我认为了 你认为了 快起来 冬家你放心 小春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是冬家给的 冬家 就算你有个三长两短 小少爷也会没事的 胡说什么呢 冬家吉人天相 不会有事的 对 没事 都起来吧 起来 其实这个文书 我早就写好了 赶紧回去吧 明天一早让顺子套车 你们两个带着金儿走 金儿 不哭了 金儿 金儿 怪啊 以后 爸爸就不能陪着你了 金儿 以后一定要听 叔叔和婶婶的话 不要惹他们两个生气 好好读书 将来 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 动量制裁 好不好 请 好了 时候不早了 你们下去吧 拜拜 健康 般儿子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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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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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冬姐啊 来了 表哥奶奶 别 乔家的头我受不起 表哥奶奶 我有句要紧的话要跟你说 请胡掌柜回陛下 下去吧 是 说 提供的臣子 表四少爷 这会儿就走啊 赶快去乔家坡 通知印记 我要见他 有大事 是 阿婆 我们还是见潘大掌柜 阿婆 大人 这是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昨天突然把我和瓦石分开 又给我加了手铐和脚料 大人 是担心崔某 能逃出这山西府大牢 大人啊 给口茶喝吧 行 桌子上游 自己喝吧 来 坐去吧 好茶 大人 有什么解不开的 开口吧 你告诉我 为什么乔应濟要这么干 有人说他这是打草惊蛇 想刺探我 说他干的这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为了这山西观音号的银子 大人告诉我 这元大总统什么时候登基 如果不出我之所料 应该就在这几天了 坏了 大人 大人 马上派人接管 山西观音号 尤其是观音号里的银库 派人逮捕乔应濟和潘维延 还有那些所有晋商大家 这 为什么 撕破脸皮的时候到了 崔某人相信 这山西观音号银库里 不会有五千万两银子 不哭说 如果没那五千万两银子 潘维延和乔应濟 那也都得死 这山西观音号银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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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刚从渔赐何家来 潘大掌柜 姑奶奶 有什么要对我吩咐的吗 江老东家让潘维延 告诉东家一句话 这些天待在乔家部 一步不出 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 不要去参与 更不要去打听 潘大掌柜 是不是那个日子要到了 来人 叶 怎么啦 我让你马上秘密集结全省警察 向禁中各县聚集 悄悄地包围齐 太 平 三县 还有一次那些上了名册的 那些大商家 给我好好地把他们监视起来 一旦时机成功 把他们全部抓紧 太原府大牢 我马上就去 和我派好了 我兄弟的 成ben将来 还温兰 小川 乔家败了 好像只有你活得不错呀 东家给了你银子 在外面置了地 盖了房子 还娶了媳妇 这里是银库重地 你有话就说 说完赶紧走 我当然知道这是银库重地 这里面放着我们乔家的银子 我要你帮我 不 帮印记子 帮乔家 拿回属于我们的银子 拿银子 你做梦的吧 这银库是王一刀 和小川共同看管的 而且外面还有 踏远府的警卫队 别说是让我给你拿银子 就是一只鸟也休想 从这里飞出去 想办法制服王一刀 外面的警卫队我来负责 我只要一天时间 就能把银子拉出去 别人家的银子我不要 属于我们乔家的 一块都不能少 这件事东家知道吗 我不会让他知道 这件事情的 他现在已经被人 吓破了胆认了怂 你就不怕我给你泄密 泄密 没问题 只要我不承认 看谁会相信你 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不会这么做的 小川 而且我现在能指望的 就只有你一个人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仗义 现在为了乔家 可以连命都不要的人 只有两个 我和你 那我要帮你做这件事 我有什么好处 好处 行 等这件事情做成了 我给你一大笔银子 而且我也知道 这笔银子你会怎么花 你会把它原封不动地 拿给硬剂子 让他重整旗鼓 对不对 这你也同意 我不但同意 而且也会这样去做 我只要硬银子不死 让他好好地活下去 也许他没有我这份胆量 但是复兴乔家 做天下这么大的买卖 我的确是不如他 要是愿意 不过我的心 是不不在买卖 你会要什么 我一定要把自己给你 再给我 拾均签 你把自己叫我 你 臭小子 让你打个酒打这么慢哪 不知道老子刚才想喝醒事酒啊 这不打回来了吗 快点 慢疼疼慢疼疼的 喝吧 倒上 干吗去 没干吗 睡觉啊 坐 不 老子一个人喝酒不痛快 陪老子喝一口 不是 我喝不了酒 我一喝酒就醉 醉了就醉了 咱们俩又不是没喝过 你害怕银库里的银子飞了不少 来 老一个 说 Canon 小子 你竟敢在酒里给我下蒙害药 你不想活了吧爹 你这是怎么这样啊 天天说我在你酒里下蒙害药 还天天让我给你打酒啊 下回你自己打 我还不伺候了呢 坐下 坐下 松开 我问你 这酒里 真没有蒙哈腰 有 你爱喝不喝 行啊 来 把这碗喝了 不是我喝不了酒 我一喝就醉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你不喝是吧 这碗酒你要是不喝 证明酒里有问题 你这一天到晚总是一神一鬼的 不就是喝点酒吗 我喝喝喝喝 这 真羞 嬴臣少爷 我 我 快 书子 快 带下去 是 走 快 快 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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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走 捆起来 好 好 书子没事吧 没事 捆起来 捆起来 好 我先过去了 走 走 快 开门 快 走 快 走 快 快 站住 站住 干什么的 这位爷 我们是印币厂的 来送刚刚印出来的禁钞啊 禁钞 是 不对啊 这位爷 哪里不对了 这么多新印好的禁钞 从印币厂运到这里 怎么没有锦备队押送呢 对 一定是假的 怎么了 派大掌柜 派大掌柜 严师傅 你们总算到了 是吗 托您的福 托您的福 这次没有你们山西警备队押送这批禁钞 是怕引起路人的注意啊 反而给禁钞招来了贼 你们都看到了 这么多的禁钞 不是安全地运到了山西观音号码 潘大经理 你敢为这些人和这些禁钞做担保吗 我当然敢担保了 既然派大经理 既然派大经理担保 放行 快快快 来 进去 好 快点啊 快 抓紧了啊 快快 来 抓紧 快 好 dads 快快 았습니다 快快 快快 看 大嘞 快快 走 快快 lys 快 快 走 快点 快点啊 抓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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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点 这边这儿 小点事 小点事 这边啊 接着说 这边 两个人往里抬 好好好 快点 好 殷阵 银子全部都装箱了吗 嗯 好 各位英雄 赶快把这些竞钞 都给我卸下 把库里的这些银箱 搬到车上捆好了 好 好 快点 先生 快 大把手 不一定 再 arm 大手 大手 快点 一 大手 很好 你 impatient 都绑起了啊 快点 好 快点 王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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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各位英雄 严师傅 都准备好了吗 都收拾妥当了 万一被他们看出破争怎么办 这都什么时候了 就是偏天个鱼死网破 也得闯出去啊 走 大伙挺好了 都跟紧一点 我会把大家送出去的 出发 潘总经理 你们这些人 未免太小看本大侠了吧 还有你 英镇少爷 你以为就凭你从市面上 买回了一包蒙汉药 就能把本大侠制服了 实话告诉你 我早就有防备 提前吃过解药了 王一刀 你到底想干什么 潘总经理 潘总经理恐怕还不知道吧 就在一天前 金民政长刚给本大侠 还有门外的警卫队下了密令 没有本大侠他提前交代 任何人不能从银控 拿走一两银子 否则 格刷勿论 你说 你们能出得去吗 念师傅 在 是时候了 第一学位 住手 别动 等等 等等 你们再快 能用他快吗 别看你们人多 就算你们一起上 也未必是本大侠的对手 王一刀 王一刀 今天是我潘维炎一人所为 银车和我留下 现在 你可以让大家伙离开 潘总经理 您糊涂了吧 他们人走了 这些银车怎么办呢 王大侠 你这是什么意思 山西人要从自己的银库里 拉走银子 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 大家把家伙藏好 跟我走 怎么 不相信我 没有我 你们谁都出不去 王一刀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 什么话 他要为天下人安身立命 潘总经理 你们到底跟不跟我走 大家听着 事到如今 我们现在 也唯有跟着王大侠出去 请 放刀 都跟上 都跟着走 抓紧 都跟上 快 跟上 快点 快 快 来 兄弟 快 站住 快 别动 别动 站住 好 等等 严师傅 严师傅 等一下 好 兄弟 我是放金民政长的密令 真的 那还有假 好吧 好停 走了 严师傅 走